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这个视频之前 我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咱们今天要用TensorFlow2的功能生成一些个数据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哦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使用TensorFlow中提供的类似于 大家请看 类似于NumpPi的功能生成数据 因为NumpPi出的历史比较悠久 对吧 它的一些个方法 API 大家都熟知 那么TensorFlow在设计框架的时候 很多地方其实是参照了NumpPi 所以说咱们使起来是得心应手 如果您看过我NumpPi的课程的话 您会发现原来TensorFlow跟NumpPi没区别 好不好 怎么个没区别 咱们马上看一下啊 好 那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的部分哦 实战演习部分 前三行 如果您是在本机运行 希望您加上前三行 这样会减少一些个TensorFlow内部的logo的输出 今天咱们使用是GoogleClub 所以说咱们就不加这三行 好 咱们先少去先input两行 看看我的这个Club稳定不稳定啊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一个CPU版本啊 不过今天咱们用的是TensorFlow 咱们可以用GPU版本 因为NumpPi它不用GPU嘛 如果你要是用NumpPi 但是你连接的是GPU的话 它给你报警 对吧 说你不用GPU 最好你把它释放掉给别人用 就这感觉啊 好 咱们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接下来 接下来大家请看 我先用NumpPi定义一个数组 呃 传入12 生成12个1回来 对吧 大家请看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NumpPi数组 对吧 但是咱们大家知道 如果在TensorFlow中 咱们不管是操作数据也好 还是操作数组也好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 对 它是TensorFlow里面的Tensor类型 那么咱们就需要把刚才这个NumpPi的这个A这个数组 转换为TensorFlow的Tensor类型 才能够在TensorFlow中进行操作 马上转啊 怎么转 就用这个函数 TF.convert toTensor 这样就把这个A这个数组 转换为了TensorFlow内部运行的Tensor类型 马上看一下结果啊 够 大家请看 第二行输出的是一个Tensor的类型 内容都不变 Shape12 对吧 里面都是一个1 没有问题吧 OK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A就能够在TensorFlow里面flow了 对吧 流动了 OK 好 其实是这样 我给您演示这四行代码 咱们是用NumpPi生成数组 然后再把它转换成Tensor 大可不必啊 大可不必 为什么 因为TensorFlow给咱们提供了内置的APM 就能够完成类似NumpPi的功能 比如说 咱们定义12个0 该怎么做 试试一下啊 这四行咱们删掉 比如说 我定义12个0 如果是NumpPi的话 我这敲Np0 对吧 咱们用TensorFlow API 这就敲TF 然后是0 运行看一下结果啊 大家请看 它自动就给咱们变成了Tensor型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咱们用TensorFlow API 对不对 OK 好 咱们很快定义完12个0 接下来咱们再定义12个0 但是咱们要的是四行三列的Shape 形状 能不能得到 马上看啊 够 大家请看下面 四行三列 而且是Tensor类型 没问题吧 这样的话TensorFlow就能够认到 如果说 我不是NumpPi数组 您看我刚才的例子 对吧 可以把它转换成Tensor 对不对 OK 先少去 接下来咱们再定义一个三维的数组 行不行 四行六列 同时有三个通道RGB 对吧 看一下啊 够 出来了吧 内容还挺长啊 这个肯定是四行 然后是三列 然后每个列 是四行六列 然后每个列里面有三个元素 分别对应是RGB 对吧 OK 咱一般存取图片都是这个格子存取 对吧 几行几列 然后有几个通道 黑白的就是两行两列 就是一行一列 然后如果是RGB 就是几行几列 然后我们跟这三个通道 对吧 OK 是这样 因为今后我会给您讲卷积神经网络 CNN的时候 咱们会大量的接触到这些通道 最后是个三 为什么是个三 因为那是RGB三个通道 对吧 您现在有这个常识的话 到时候咱学那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变得好理解 对不对 好 显然少叙 马上再开始啊 再给您介绍一个函数啊 叫什么 叫这个ZERO LIKE 刚才咱们介绍叫ZERO 对吧 我生成一个这行这列的这么一个数组 这个like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要生成一个像谁一样的数组呢 我要生成一个像A一样的数组 A是个什么格式呢 如果咱放到这的话 那么生成这个B 就是这个四行六列 外加三通道 对吧 如果咱把这个删掉 那么它就按照这个去生成 生成是一个四行三列 对吧 这又叫做like 试试一下 你看 四行三列 对吧 如果咱们把那个刚才再恢复 这个再恢复 那么这个B生成就是按照这个A的shape形状进行生成 试试 你看 它生成就是这么一大堆 对吧 OK 这个就是like 如果您有NumPi的经验的话 您会发现 这简直就是NumPi 完全的一样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再生成几个1的数组 咱们生成一堆 生成一堆0 对吧 咱们再生成几个1的数组 咱们生成 大家请看 TF1跟NumPi又是一样 咱们生成12个元素的EV数组 够 没有问题 TENCEL类型 OK 接下来再生成1的like 这like咱们也敲成A吧 那个B咱们给删掉了 好 这样的话 再生成的这个A 会和上面的A完全的一样 咱们这也别叫A了 咱叫B行吗 这样的话 生成这个心B跟上面那个A的形状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like的功能 like的功能 真的是怎么说呢 在咱们 您可能觉得 哎呀 不就是一个拷贝这个形状吗 在咱们真正的编码过程中 这个like应用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广泛 让您减少了很多的代码 就这一个like减少了很多的代码 OK 先少计 接下来咱们再生成一个我指定数值的数组 这个地方跟南派也是完全一样 大家请看 我生成一个三行两列的数组 同时每个数组的元素要10 而且是精度型 对吧 用这个tf.fill生成 跟南派的接口完全一样 够 三行两列 每行每列的内容都是10 对吧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生成随机数 这个和南派也是异曲同工 完全一样 请看 生成12个随机数 没有问题吧 OK 是这样 为什么要生随机数 因为咱们这个训练模型刚开始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算法 生成一个随机数 让这随机数更接近于咱们的这个训练模型 让咱们训练的更快 如果当初的话都是0的话 这不太好 所以生成随机数的这个逻辑 完全可以写一篇顿文 好 先少计 咱们再生成一个四行三列的随机数 看一下 够 出来了吧 四行三列的随机数 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您说这个存存flow深度学习 它身在什么地方 它无非就是 我一句话给您形容 数足计算 好 咱们再生成一个三行两列的随机数 但是API稍微有点变化 加一个truncate 这truncate怎么说呢 性能稍微比刚才这个normal高一点点 对吧 它是用于处理一些梯度消失的问题 所以说用truncate来形成这个数据 好不好 注意这个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也是很常用 干什么 咱们要生成一个指定范围的随机数 什么叫指定范围 刚才咱们没有指定范围 它是任意生成 对吧 现在不了 咱们指定范围 用uniform 对吧 我生成一个四行三列 但是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10 在这个范围之内给我随便生成 好不好 够 应该说是均匀生成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是0到10之内的数 它不会出这圈了 对吧 OK 接下来咱们再生成一个0到10 但是 但是 我指定了一个类型 要整形 为什么 因为刚才咱们这行代码 生成的 但是请看 是十数型 小数型 对吧 我如果仅仅想生成整数 怎么办 用这地方 加上一个类型 我叫int32就够了 好 看一下 够 出来了吧 大家看看这个位置 生成了一大堆整数型 跟刚才这个有点区别了 OK 接下来 再给你介绍今天最后的内容 我用ringe方法 前面这个咱都可以删掉了 我用ringe方法 声称一个数组 因为是加上了ringe 这跟那个number也是一样 它会从0开始给我声称 次序声称 那么我这指定12 它会声称一个0到11的数组 同时类型是anti32 对吧 打印出来看一下 OK 接下来 我要干什么 这个是咱们在这个深度学习中非常常用的 什么意思 我打乱这个数组 什么叫打乱 如果不打乱的话 它的数组内容 永远是从小到大加一的排序 对吧 我要把它打乱之后 才便于我的深度学习 才便于深度学习的结果准确 那么怎么办 我用这个londom这样的shuffle 把它打乱 打乱形成一个b 好 咱们看看b是不是把a打乱了 打乱了吧 没问题吧 大家看上面是012345678910 11 下面的babaaba乱了 对吧 咱们再运行一次 每次学习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就说明把数据打乱了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咱们在整理训练数据的时候 拿到的都是非常有规律的数据 比如说咱们要训练一个手写数字 拿到的6万张图片 可能前6000张全是0 下6000张全是1 再下6000张全是2 这样的话不便于咱们深度的计算 深度学习 咱们应该把6000张6万张图片完全打乱 不知道哪个是0哪个是1 都打乱的前提下咱们再计算更逼近于真实值 好不好 这个给您推荐 这个在咱们今后的深度学习中非常的常用 打乱数字哦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咱们使用TensorFlow内部的API 非常类似于当牌 对吧 生成了一些个测试数据 这个是基础知识 您要掌握哦 然后呢 今天我的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下载您在本机运行一下吧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喜欢我视频朋友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那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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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